歡迎收看穩超盛見節目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為止這個大盤的一個狀況 目前為止這個大盤 目前為止上漲了22點 也就是加減指數在早盤的時候 因應所謂的台子期結算的一個壓力 早盤在這個位置區 一直是屬於一個壓盤的動作 但是在這邊你所看到的 大概在11點半左右 這個加減指數 你可以看到盤面上面很多的 重要的全資股在盤中 都開始做出個拉抬 尤其是看到所謂的電子的族群 目前為止領先這個大盤 領先的幅度是非常的大 這個大盤到底後面會怎麼走 我相信這個考驗著一般投資人 對於台股的一個判斷 但是也老實的看法並沒有改變 因為我們都是按照 所謂的開盤八法十二世 按照所謂的均線三絕量價的一個結構 我們可以準確的來評估這個大盤 目前為止 到底是屬於一個相對的高檔區 還是屬於一個相對的一個低檔區 如果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就如這張圖卡跟你講的 這個大盤從高檔修正到 所謂的6月8號 開出來的盤叫3點D盤 這個3點D盤也就是說有機會 會在這個整理區間裡面 我們會找到一個關鍵性的買點 這個買點如果浮現的話 很多的股票它即將會展開 一個所謂的回升 而不是反彈 之前也開過一個盤叫3點D盤 在去年的10月16號 我相信這個3點D盤 跟這個3點D盤的意義 只要你學過開盤八法的 你可以去做出個比較 之前跌下來1000點 看到3點D盤整理結束以後 大漲了1500點 目前為止一樣 下跌了800多點 來到了所謂3點D盤 我一直在這個地方告訴我的會員 你要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去做出一個布局的動作 而不是說你看到大盤 往上漲了以後 你才去做出個追價 因為你買在這邊的話 成本真的可以降低很多 好 時間來到之前的10月16號 你知道之前大跌的同時 從這個位置去 9500點以上 跌到我們的3D盤的一個買點 這個中間跌了1000點 投資人心情非常的惡劣 受到大盤的影響 他也認為說在這個地方 應該還會持續探底 但是岩老師告訴老師的會員 你在這個地方 你就不用殺在一個最低點 你應該怎麼樣 應該反而按照老師的指令 好 我們來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那你買了之後 後面跟老師驗證 他是呈現一個階梯性的上漲 所以說在股票市場操作 你要掌握到一個大盤的方向 類股的一個脈動 包含基本面 技術面的一個變化 你才能夠在股票市場裡面 做到一個大賺小賠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公佈我們之前的操作 包含今天老師 買進了三檔股票 兩檔是屬於VIP會員 一檔是屬於特別會員的 那當然要拿出來跟投資朋友們 來做出驗證 但是我們現在股票 都是拿立可白 塗得非常乾淨 我們不希望說 你是看到節目的 猜到了 你去做出個買進賣出的動作 來 先看到之前的操作 利用急殺的時候危機入市 這個看法我們不會改變 一定要利用急殺 在急殺的時候 你可以買到便宜貨 這個中間有價差產生的話 我相信短線上面 雖然大盤在下跌 你可以利用下跌的同時 一樣買進一些股票 可以做到一個價差操作 好 那這檔股票6月8號 我們做出個買進 第六次的操作 來 操作結束了 第六次 那今天一樣大漲 會不會買回來 老師不知道 但是老師一定會拿證據給你看 雖然把這個錢放口袋了 但是老師還是要提醒你 要按照老師的簡訊 我們簡訊會告訴你該怎麼樣來操作 好 利用急殺買股票 第二次跟你驗證 代號4966的普瑞 這張股票利用急殺 殺下來以後 隔天就有價差了 6月12號 來 再度產生一個價差 好 那價差操作最大的意義 在短線之內 我們要做到一個把錢放在口袋 那一樣買跟賣 老師都是拿證據給你看 老師絕對都拿證據給你看 那第三檔股票叫做什麼 2485的趙赫 趙赫的話近期創波段新高 來 股價創波段新高 我們只公佈一次的操作 後面的操作我們就不方便了 來 跟我的會員來做出一個驗證 VIP會員的啦 那買了之後 來 我們簡訊裡面一定會跟你講 你要做出個獲利了結的動作 那包含這檔股票基本面 我們都看過了 那今天早上我們做了一個動作 我們買進了三檔股票 那老師在節目裡面 那先公佈兩檔股票 那這兩檔股票 當然你看到老師的簡訊發出去 現買 那目前為止幾乎全數賺錢 幾乎全數賺錢 但是老師要跟你講的 應該價差操作 就會跟之前的一樣 我們會做價差嘛 但是後面的操作 我們是做波段的 所以說今天買進了這三檔股票 麻煩請我的會員 做到一個止股續報 來 先更會驗證第一檔股票 來 電子股的 IC設計的 那老師要請問我的會員 我們的買價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來導播拉近 我們的買價 VIP的 那002的股票 那417嘛 來 簡訊會告訴你 這檔股票定價在什麼地方 那這檔股票你所看到的 一個代碼 代表這檔股票的一個身分證 身分證 買進價位 跟所謂的證據 那這檔股票 老師要陳述的是什麼 這檔股票跌無可跌的 那現行目前為止 它是屬於一個頸部 開始做出個突破 就像之前27的葛神一樣 在底部整理結束之後 頸部的位置去 需要一個訊號 叫做帶量上工 那老師常常在節目裡面 跟各位講說均線三保 所謂的短線穿過中線 顏老師就會拿這檔股票 來作為三線翻揚裡面的 一個教材 那如果說你目前為止 你有買到這檔股票的 你是VIP會員的 這檔股票代號002 那老師當然要恭喜你啦 目前為止你不只是賺錢 這檔股票有機會 讓你怎麼樣反敗為勝 那公布了第一檔股票VIP的 那第二檔股票來看一下 一樣是VIP的 因為最近VIP的股票都賣光了 我們之前都賣光了 所以說今天趕快利用 這個所謂盤勢 破底的時候 我們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那這檔股票叫做VIP的001號 001號來看我家 001號定價124.5 我們去做出個買進了 那這檔股票 目前為止有沒有創新高 有啦 有啦 但是我們不賣喔 我們不賣喔 那這兩檔股票可能 常常會出現在我們節目裡面 一檔叫做均線三法的基本教材 一檔叫做低檔的拇指線 那也好是對於紀徒線行判斷的能力 我相信你是老師的會員 我們可以每天來做出個驗證 今天老師手中有一檔股票 之前操作了 來 413C的F立峰 目前為止大漲8.5元 最高來到217塊 來 股價創新高 這個叫做多方格局啦 只要你在關鍵的點位 你找到一個買點啊 那後面的大漲啊 那你要注意啦 就跟3706的神達一樣 這個也叫多方格局 這個也叫多方格局 今天大漲的3029的 來 這檔股票叫01啊 在盤中突然拉到漲停板 這種股票你要注意喔 那弱勢反彈會大漲的股票 你要注意到 你要是現在跟你講的 來 2439的美麗 如果今天收紅的話 就是日K連四紅喔 這種整理型態完成之後喔 利用我們軍線三法來判斷 他應該後面還是有機會大漲喔 那投資朋友們喔 可能買到這檔股票 在高檔買的 目前為止在低檔 真的要賣嗎 這個叫做低檔的一個紅三兵喔 紅三兵喔 連最弱勢的2353的宏基 今天也開始反彈喔 有大膽在做出個買進喔 那我們看到4137的F立峰 這張股票 是公家庫啊 真的 今天還在大漲嗎 大漲8.5元喔 你真的時間可以回到4月底啦 你真的時間可以抓到回到4月底啦 這張股票在底部區啊 有這麼好的一個買點啊 有這麼好的一個買點啊 你真的要去佈局喔 那導播拉近喔 我們看到這個位置區啊 他在上漲的同時啊 一樣遇到跌停板 上漲的過程當中啊 有一天啊看到跌停板 也就是說這個主力 控盤的一個心態啊 你必須要掌握到 如果說在這個行情啊 上升軌道當中啊 突然出現一根跌停板喔 你要如何去判斷 你需要一個專業的一個老師啦 你不是說看到股價大漲了以後 你才去做出個追加的動作啦 任何的一個反敗為勝的一個動作 都是在底部區 你找到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告訴你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它後面有波段的行情 所以說你掌握到我們的選股的一個方法 選股的一個邏輯啊 你到今天為止啊 F立峰嘛 股價來到217塊錢 但是老師還是要跟你講喔 目前為止只有到賺小尾喔 那我們把圖放大 也就是說波段的行情沒有改變啊 趨勢沒有改變啊 它可能讓你做到一個賺小尾以後 後面還是有機會啊 做到一個賺大尾 那把握這個大盤啊 最後壓縮的一個買點 那跟著一個專業的老師 我們一起在股票市場裡面 一起來奮鬥啊 那到底能不能複製像 代號4137的F立峰 嚴老師認為有機會不排除啦 但是目前為止啊 你要留意到 你們手中目前為止股票 想要做到一個以股換股的 換到嚴老師 目前為止正要進場佈局的 嚴老師非常歡迎你 趕快利用這個時間點 來 跟著嚴老師一起布局 加碼後面 等著各位來收割 今天股票的問題 麻煩你 現在馬上撥打電話進來 老師先解決你們手中股票的問題 把你們手中的股票 來做到一個持股轉換的動作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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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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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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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男生也可以申請 運行假和你運行爹 現在跟我老闆打電話 說可以生氣正活潛不住 下輩了 都退休了 老闆來我連年金啊 每個月都在領耶 花出債耶 你基本工資也逃生耶 下次我去別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夠錢也夠啊 請客啊 歡迎回到節目下 繼續說完亞洲為主持人文超勝券 那投資朋友們目前為止 只要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好好檢視一下 你們各位手中的股票 如果說你們認為 你們手中的股票 在後面的行情裡面會大漲的話 包含業績題材面 你都看過的話 那嚴老師建議各位 手中的股票 真的你不要殺在一個最低點 那應該要做到一個持股虛報 那如果說你手中的股票 可能是一些弱勢股 那目前為止業績題材 在今年的下半年可能不如預期的同時 那你可能要想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要做到一個持股轉換 那操作的一個方法的話 一定要做到一個持股集中 那先行做到一個太多流強 後面的話反敗為勝 你要看這個所謂的大盤的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只要一形成 不管是多方空方 只要你抓到一個關鍵性的轉折 我相信你的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 那節目裡面有提供 0800 787 588 這支專線提供給各位 提供給優質的服務 不管你是住在台灣 哪一個角落的投資朋友們 不管你手中股票 可能是很多檔 那都沒有關係 尹老師非常關心你 老師也願意伸出雙手 來幫助我們廣大的投資人 只要你有需求的 你都可以持續的撥打這個電話進來 來 先看到這個位置 尹老師最近做了一張新的圖卡 非常簡潔 來告訴各位 看準了以後出手以外 你還要做到 做對的話一次就好了 你集中火力嘛 你做一次就好了 如果說你做十次 你都做不過賺不過一次的話 那老師認為你的操作是有問題的 那老師認為你的操作是有問題的 那其實股票的一個判別 你非常簡單的 你可以按照我們的均線三法 我們在均線三法裡面 有三條關鍵的線 它叫做短線 中線 長線 大盤要漲也好 這個股票要漲也好 一定要看到短線 這個短線要站上 這是最基本的 那這個參數就非常重要 準確度要高嘛 站上以後要三天之內 就可以做出個判別 如果漲幅很大的話 短線會穿過所謂的中線 這時候你要留意喔 顏老師現在要跟你驗證一檔股票 叫做短線穿過中線 那就在我們今天 利用我們的均線三法 這個叫均線三法嘛 這個叫理論啦 真的有沒有做 要拿出這種證據嗎 顏老師說的短線穿過中線 這支啦 今天早上買的 我們不是理論派的 我們是實際去操作的 短線超過 短線這個穿過所謂的中線 這個叫做黃金交叉 那你後面還注意到長線嘛 這個所謂三條線啊 也就是說你能夠掌握多空的一個方法 另外一檔股票老師要跟你驗證的 它叫做技術線型方面的低檔母子線 那你學過技術分析你都知道 低檔母子線的話 它會呈現一個低檔轉折 好 那就是這檔股票 我等一下喔 下午的節目會把這個資料把它補齊 這檔股票就是屬於一個低檔母子線 那低檔母子線的形態有兩種喔 一個是低檔母子線所謂的英包洋 另外一種的話叫做長紅K棒 突破了所謂的黑K棒 這個叫做日出線喔 如果說出現了母子運營線在底部區啊 它是轉折的訊號 如果在底部區出現所謂的低檔日出線的話 這個訊號更強 所以說買賣股票一定要按照我們的均線三方法 按照我們的K線 這檔股票低檔母子線 這檔股票叫做三線翻揚 那老師下午的節目會跟各位把資料補齊啦 我們一起來做出一個驗證啦 這個理論不是隨便講講的 很多人講了非常多的理論啊 他不會去做 理論跟實際是脫鉤的 那老師不認為他能夠幫你賺到錢 違紀錄式嘛 很多人都在講啊 到底有沒有去做 沒有做 等於是零啦 違紀錄式 講得都很漂亮 有做嗎 有做嗎 不知道 你知道嗎 顏老師跟你講的三線翻揚喔 你要記得IC設計股喔 來這檔股票 買價417現在創新高 這檔股票叫低檔母子線 買價124.5現在怎麼樣 持續大漲 控盤有心法啦 你要利用這些所謂專業的一些 技術面的一些形態來幫助各位 這個流程啊你也不要搞錯了 這一定有方法 老師花個1分鐘跟各位講解一下啦 開盤八法告訴你 三盤定多空 為什麼要先看開盤八法 因為在早盤9.5分到9.15分 15分鐘就可以判斷這個大盤 到底後面會不會漲 後面收盤呢 出現所謂的多 所謂的陰陽線 多空陰陽線 這個叫做多方跟空方的一個買賣力道啦 那如果說你是專精在移動平均線的 我相信喔 在關鍵性轉折方面的話 可能會遲延了一天啊 甚至遲延了兩天啊 所以說你要前面兩個嘛 來補足啊移動平均線的不足啊 這個形態 也就是說這個 全部完成之後你會看到形態 形態到底能不能突破啊 要看量價結構啦 所以說我們的理論基礎啊 包含我們的實戰經驗啊 都會告訴我們 怎麼樣在關鍵的點位 所以我們去做出出手的動作 來 跟各位舉幾檔股票好了 來 這檔股票叫2454的聯發科 來 今天創新高 又大漲了11.5元 來 從技術形態來 這個地方叫頸線的位置嘛 頸線的位置突破的話 代表這個形態 頭肩底完成 還是你所稱的一個大元底完成 這個都可以啦 那目前為止你要看到今天的成交量 目前為止成交量大概在7000張左右 那預估量大概在什麼地方 9000多張 這個就是滿標準的 有機會啦 做到一個帶量突破啦 那3706的神達 來 這邊也是一樣 在上升軌道當中啊 這個地方一定要屬於一個帶量上攻 帶量上攻 這邊才有機會大漲 8299的群聯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任何一檔股票 都是差不多的一個形態 突破之後走一階 走二階 走三階 多方格局它並沒有改變 那包含我們今天創新高的 4137的利峰 這個地方的話就上升軌道比較抖嘛 抖的同時代表這邊有機會 來到所謂的主身段 這個主身段行情你要留意一下 那投資朋友們 一樣我是所交給你的 八法十二世 對各位而言的話 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3低盤 開在什麼樣的點位 你要去做出一個如何的判斷 3高盤在高檔區跟低檔區 這個所謂的判斷的一個準則 你真的要花點功夫下來學 如果說你學不會的話 你對於股票的判斷能力 多空的方向 可能這個誤差就會出來 八法十二世 每一次的開盤 就是以三盤來定多空 我相信這個三盤定多空 只是一個關鍵性的 最基礎的一個學習的一個方法 後面的話你還要加入所謂的量價 老師認為你八法 還要憑著你對於股票市場裡面 經驗的一個累積 那多空的方向 老師必須要提醒你 目前為止多方修正結束以後 會回到多方控盤 這個時候趕快利用壓縮的一個買點 來進入到所謂的多方控盤 那買賣三部曲 目前為止你要站在買方 你不只要站在買方 而且你要找對人 而且你要做對股票 因為顏老師跟你講的 賺錢他才是王道 賺錢才是王道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的 你都要注意到 包含利豐 底部布局才能賺到大錢 老師一直跟你講 一直跟你講 包含這個同志在內 你都是要到底部去做出個佈局 後面大漲創新高 你才能夠賺到錢 包含這個3665的F帽連也是一樣 我相信這些股票 不斷的在節目裡面 跟你做出個驗證 那代號6415的F系列也是一樣啊 這些股價我認為目前為止 只要你敢在底部買的 目前為止你都賺錢 那包含可乘在內 老師舉的例子非常多啦 舉的例子非常多啦 但是你要留意到 近期而言的話 我們新的股票已經開始佈局了 新的股票已經開始佈局的同時 你要是希望你能夠 你能夠參與 不是說等大盤漲上去以後 你才在後面去做出個追價的動作 那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的操作的原則 跟各位公佈一下 我們會員的簡訊就是以普通會員為主 那會員手中持股 就是顏色 停歷 停損以外 三檔以內 三檔以內 代盡代出 我們都是以實際的績效 來跟各位講 不會用假績效 那老師必須要提醒喔 來 不要怕算不到 就怕各位啊 你沒有準備 做對一次啊 勝做十次 那你現在要做的動作 可能你們手中股票 還沒有解決 還是說你們想換股操作的 火力集中的 那今天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時機點 這個時間的壓縮 來到了最後的買點 那投資朋友們 我必須要提醒你 這個變盤在急啦 馬上就會看到了 這時候你不佈局的話 等到漲上去的同時 你又開始去做這個追價 那今天做這個動作 顏老師非常歡迎各位打電話進來 每一通電話老師 今天利用時間 親自的回你電話 我們明天見 在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運打頭顧 顏老師 會員三級跳 特會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師大個大 親自接聽服務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打頭顧 顏分醫師 擅長七本命研究 資歷完整 用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問言與空投 積極財政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佈局 熟悉大台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腹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義友 運打頭顧智谷 零二2781-0909 2781-0909 深田藥妝 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藥妝 現在中途無人減啦 我要用我的大黃風 帶你來當 掌握台幻灯 水